你说稳定的店铺给员工的工资能不能 没有底薪只有提成 一个团队一定是要有新的血液灌入 才能把一些传统的老的血液 给重新洗牌一遍 再洗一遍 我跟你说团队 尤其是女人和女人在一起 没有百分百和谐的 我的员工 我店长给我说了 六个员工 四个群 他三个一个 他三个一个 因为我们是有员工出事的嘛 一个想走 其他两个人都想走 当他们走了之后 你如果想让新员工进来的话 你告诉新员工 我的店没有底薪只有提成 谁来 没人来 你店卖多钱 你店怎么怎么样 对一个新员工来说 完全是陌生的领域 他就想要一个保底 你这个样子很容易被员工打捏 就是我们一个店吧 就逛那个旗舰店也不大 150平方 一般是八个 一个保洁 一个收银 一个店长 然后有五个员工 其中四个是接任务的正式员工 有一个是一直给他们危机感 去替代他们的 因为这个员工就是有一个备用的嘛 只要备用的员工在那 那四个员工就非常积极 然后如果三个月 连续业绩垫底的话 不好意思 走 因为我随时有新员工来替来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